這熱鬧場面是2011年 蔡英文競選總統的後援會場上 後面一整排全是一屆大佬 其中也包含最近評的媒體版面的他 站在畫面最左上角 灰白頭髮戴眼鏡 他就是這幾天質疑國產疫苗的 中研院院士陳培哲 出現在這場合 政治色彩不言可喻 而他們一家三兄弟 包含台大機械系教授的弟弟陳炳輝 以及最小的弟弟是台大社會系的特聘教授 一路以來都很力挺總統 弟弟不必會對哥哥陳培哲開炮 但國產疫苗除了有總統的軍令狀 日本外相的信息 以及前副總統陳建仁的搶先背書 似乎通通都是陳培哲最在意的政治解盲 而現在還引來了另一番爭議 陳培哲在網頁上被聘為科學顧問 只是這家公司是上海智盟醫藥科技 也就是中國大陸藥廠 真實性與否陳培哲沒有回憶 但他的弟弟陳炳輝也在臉書替哥哥喊冤 說公司已經給哥哥陳培哲Email表達歉意 是沒有經過哥哥同意就放上他的名字 在公司網頁上 似乎這兩兄弟可以在大事意見上不同 但被抹紅就絕對不能退讓 TBBS新聞廖廣兵談一輪台北報導